三金哥,我想死你了 什么,三金先生,您确定要用价值两千万的币王律当生日礼物吗 然而王太不知道的是,三金还准备了一份大礼给公子院 到了公民的别墅,三金发现在场的居然还有不少娱乐圈的艺人和金融大鳄 看来我还得加倍努力啊,就现在这点钱,还配不上子院 很快三金看到了一个恶努的亮眼 这么可爱的小娘子,是在等人吗 你就是那个三金吧,听姐姐提起过你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原来是子院的妹妹公子力,我这猪脑子啊,太尴尬了 不好意思啊,主要是你们长得太像了,我没认出来 你没认出来,我差点就信啊 你这个闲竹手,最好离我解缘点 我告诉你,你们俩是不可能的 我真正的姐夫,是楚天哥哥 你啊,别赖蛤蟆想吃天鹅肉了 另外一边,楚天正跟公民惬意的聊天 看上去关系很不错的样子 小天啊,子院这孩子比较害羞 你就多主动一点,别嫌麻烦 伯父您放心,我对子院妹妹是真心的 再麻烦我也不怕 说完公民看了一眼楼下的三金,冷哼一声 那个人就是三金,我不方便出面 你去给他点教训,让他知难而退 这位朋友,看着有点面生了 嗯? 你好,我叫三金,是子院的男朋友 你好,我叫楚天,是子院的未婚夫 未婚夫三个字说完,整个大厅都安静了 楚天哥哥,你来了,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那个什么三金,这位就是楚天哥哥 楚氏集团的大少爷,我未来的姐夫 此时公子院头戴皇冠,一身华丽的朝这边走来 楚天见状,也微笑着迎接 然而让他意外的是,公子院居然静止走向了三金 三金哥,我想死你了 全场瞬间一片死寂 你还真是能比我惹麻烦啊 让大家知道你是我男朋友不好吗 子院,你这是 你未婚夫来了 未婚夫 谁承认你是我未婚夫了 请你不要在我男朋友面前胡说八道好吗 看来未婚夫这事,是某人的一厢情愿呢 子院,咱们两个的事,我跟叔叔都已经谈好了 我们 你跟我爸谈好了,那你跟他结婚好了 我的婚事,我自己做主 我堂堂处事集团大少 七岁就出国留学 十二岁就开始玩股票 十五岁用三千块本金赚了一百万 十八岁就有了自己第一家上市公司 到现在,年纪二十七岁的我 靠自己赚的钱就有五千万了 我请问,你有什么资格和我比 你哪一点比我更适合子院 我比你帅 三金一句话差点让楚天气晕过去 公子院却笑出声来 晚了好久 楚天这才掏出了一枚蓝色的钻戒 这枚温斯顿蓝钻,价值一千万 是我送给子院的生日礼物 你,拿什么跟我比 一千万的赞戒,只是生日礼物 这位年也太豪恨了吧 不愧是楚公子啊,出手真阔绰 我男朋友要是有他一半 不,十分之一大方 我做梦都要想想了 姐,你快接着呀 好大的赞戒 你看楚天哥哥多爱你 小子,帅哥不能当饭吃 我一出手,就是一千万的生日礼物 你呢,你能给子院什么 呵呵,你能给的 我也能给 而我能给的 你却不一定能 哈哈,你的意思是说 你能拿得出比我更好的礼物了 没错 好啊,你今天要是能拿得出比我更值钱的礼物 我管你叫亲爹 一千万的生日礼物 莫说是在江北 就是放眼全国也已经是顶级水平了 子院,生日快乐 不知道这礼物 你喜欢不喜欢 这一刻,全场都震惊了 这,这是 这是之前我切出来那块帝王绿原始做的 刚刚好,做了一趟 玉石大会 帝王绿 我的妈呀,我知道她是谁了 她就是玉石大会 赢了黄玉一个亿的白龙王三金 那,那也就是说 那套翡翠首饰 是她那块价值两千万的帝王绿原始做的 两千万 我的妈妈呀 三金哥 谢谢你 先别急着谢我 我这还有第二件礼物 还有礼物 其他人也都紧张地盯着三金 这是一张四千万的纸票 是我送给你的第二件生日礼物 四千万 生日礼物 妈妈呀 她家是开银行的吗 这份礼物 堪称王诈 楚天整个人都不好了 脸色苍白无比 四千万 给 给我的 嗯,给你的 不行 这钱太多了 我不能要 你的事业才刚起步 这些钱你还是拿着去创业吧 玉石大会的时候 你在我身上压了四千万 无条件信任我 这四千万是你应得的 你拿着 抖音